我們今天就是最後我們就要把它做一個總結啦 這個可以說大家寫APP的能力到目前為止 大概就是可以放些控制人件 然後可以結合一些可以設計出自己的流程 然後結合出一些這個就是比較複雜的這個圖片 比如說像google chat這樣子 好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勒 就是我們今天就不太教細節功能啦 雖然等一下還是會教啦對不對 但是我們今天的重點就是要讓你知道說 就是我們的這個網頁APP它到底可以組合到多複雜 其實它可以非常複雜 就是基本上你現在就是你現在在用的任何程式 它其實都寫出來沒有什麼是寫不出來的 這樣懂得意思嗎 雖然說你現在可能會覺得很不可思議 好那我們現在來做一個示範這樣子 首先就是我們先教一個先教一個新功能 這新功能是上禮拜我們教了google chat嘛對不對 google chat是不是結合進去的話 capital minor curve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有印象的話 你應該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它其實還是有一些限制 為什麼 因為畢竟那個東西它就是外牽制的嘛 它default給了我一些功能 但實際上就是功能也沒有那麼有用對不對 那實際上功能就是自由度不是很高啦 不是說沒有那麼有用 好那所以說咧我們現在要做什麼咧 我們現在希望啊可以在R圓裡面用原生的這些圖形顯示啊 這些功能啊 欸把我們想要的功能給做出來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一個 複製先先複製貼上 欸這好複製貼上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把螢幕還給你們 你們先裝一下那個好不好 先裝一下那個shining的那個就是 APP對不對 讓我先複製貼上一下 好 好 裝好了沒啊 好 我們把這個剛剛這個app把它複製貼上完了之後 我們把它打開 誒 不是按RUN 誒為什麼 RUN APP才對 好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們剛剛的那個app 我們看它有哪些功能好不好 來 現在看著我滑鼠喔 我滑鼠移到圖上的時候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右下角這個plot hover 它是不是會 坐標是不是會跟著我的滑鼠 去做一些改變 看得出來吧 對吧 誒 所以說其實 我滑鼠坐標移到圖上面的哪裡 其實是偵測得到的 好 來 注意一下 我現在點一下啊 我現在點一下 來 你們看喔 點一下 誒 在click這裡 它是不是就有一個 我剛剛點的坐標在哪裡 所以其實可以做一些互動嘛 對不對 好 再點一下 你看是不是 換點了 好 我在這裡 現在hover的地方 我再點一下 是不是 誒 完美的複製過去 並且它會 它會停住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再做一個 double click 雙擊 我現在雙擊 你看 雙擊是不是跟單擊可以記錄不同的地方 所以 單擊跟雙擊可以拿來設計成兩個不同的事件喔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再雙擊一次 好 我們改單擊 好 同一張圖上面 這些變化都可以注意到嘛 對不對 好 最後我們再來一個 點住 壓下去之後 拉框 好 它是不是在這裡 它是不是有 最小值最大值 最小值最大值 X跟Y的最小值最大值 然後這個框是可以移動的喔 好 所以你現在大概有 大概有感覺 我大概在示範什麼了嘛 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語法 在UI端 來 你看喔 我們其實這是一個標準的簡單的一個範例圖 我們把圖拉出來 這是plot1 然後plot1 這一個東西 它背後當然你要告訴我說plot1怎麼產生的嘛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但是在這裡 我們是不是多了好幾個參數 我們以往的plot output 它的參數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從來沒有給它下參數 但實際上它可以下四個參數啊 4個參數分為 Clicker等於plotClicker dbClicker plotDbClicker hover plotHover brush plotBrush 好 所以你這邊你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剛剛這四個 它不就變成了一個新的input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 然後我們在這裡 它只是把這些東西print出來嘛 我們看server端 你看我只是把 我只是把plotClicker plotCover plotDbClicker plotBrush 把它print出來而已 那我的圖呢 我的圖是直接 把data 這個data cast這份data 直接把它plot出來 所以這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圖 所以其實你現在知道一件事情 我這個網頁示範的 其實就是 這四個參數的功能對吧 這四個參數的功能 這樣可以嗎 就只有這四個參數的功能喔 這樣應該蠻簡單的吧 好 這個 基本款就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進階應用好不好 來這個進階應用我們先把它 複製貼上喔 好我們複製貼上之後 我們先什麼都不管啦 我們先用runapp啦 好這邊是不是有三張plot對吧 好注意喔 在左邊這張圖 我拉下框之後 看我拉下框喔 右邊 你注意到右邊是什麼了嗎 來我們再看一下 我做個移動 右邊是不是左邊的放大鏡 看得出來吧 好如果我點掉的話 它是不是就恢復了 這樣可以吧 來我現在是不是 這是我的放大鏡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說你看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 兩張圖的連動 這兩張圖怎麼連動 你大概想得出來吧 左邊這張圖就是有參數嘛 然後有個brush的參數 它是一個input 右邊這張圖呢 plot2 這個plot2會吃brush這個參數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右邊這張圖 左邊這張圖已經很厲害 右邊這張圖更厲害 看得喔 我現在拉框 沒什麼反應對不對 來我對著框連點兩下 你看到了嗎 它放大對不對 我再對著框 我就只看這兩個點 連點兩下 它是不是又放大 來只對這個點 拉框放大 好看到了嗎 那我現在直接 在我沒有拉框的狀況下 連點兩下 它就復原了 欸這是不是 這是不是蠻炫的功能 你們可以想像吧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 在用google chart的時候 然後我們是不是覺得它很炫 欸其實我們在這裡 完全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對不對 我們說 那個那邊的c per minor curve 畫的那樣子有點醜 欸我在這裡 我可以畫出一模一樣的東西啊 對不對 我畫出一模一樣的東西 然後我想要放大的時候 它一樣可以放大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吧 知道在做什麼 好 那你知道在做什麼之後 而且 而且如果說怎麼 你說點 移到點 移到那個點的上面說 要有一些什麼 數字什麼的 欸這個完全可以做出來啊 畢竟我有那個 我有那個資訊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背後是什麼寫 我們先看UI UI非常簡單 Plot1 它只有一個叫 Plot1Brush 這樣一個參數 Input參數 然後接著就是Plot2 Plot2沒有任何參數 這樣可以嗎 那 Plot3呢 Plot3同時有 DbClick跟Brush兩個參數 好 好 那這樣子的 我們的UI是蠻簡單的嘛 我們的UI不難對吧 好那我們來看我們的server server server稍微難一點喔 來首先 我們先有一個 這個直接把這個 翻例檔把它拉下來 這個不難嘛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Reactive Range 這個東西是 我在R的 我在Shining Server裡面 暫存一個物件 暫存一個物件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們本來是 我們本來這個就是 就是 我們本來在這個 就是在Shining Server裡面 它本來是沒有辦法暫存物件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DbClick 它如果我把它放到這裡來 它會壞掉喔 在Shining Server裡面 是沒有辦法暫存物件的喔 欸喔 因為我現在這個 這個我要先清空 太不給面子了吧 好算了算了算了 這個 我應該跟大家講 就是它 它其實是沒有辦法 Shining Server裡面 應該是沒有辦法暫存物件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暫存物件 你需要使用Reactive Value 這個TEN 我知道啦 不是說不能暫存物件 是這個暫存物件 假設你想要在下面去改它的話 是沒有辦法改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它就讀我一次就不能再改了 改了的話會出事 但Reactive Value呢 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那我可以去改它裡面的東西 所以Range 1 Range 1現在裡面有一個X一個Y 這兩個X X跟Y目前都是NUN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那接著我們來看 Ubservant Ubservant的觀察 這個函數的意思是 當我做了某件事之後 我就要 我就要執行某些語法 蛤 做了什麼事勒 來Brush 1 Input the brush Brush 1 它如果 它如果做了以後 它如果就是 它如果這個東西有動作之後 我就執行下面的語法 執行什麼勒 如果Brush 1是NUN的話 NUN的話就是代表我沒有拉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不是NUN的話 我就把Range 1的X改成 Brush 1的Xmin 跟Brush 1的Xmax Range 1的Y 就改成 Brush 1的Ymin Brush 1的Ymax 那else呢 else就代表我現在沒有拉框 我現在沒有拉框的話 X或Y又被改回NUN 就改回Default的樣子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就直接把Plot和Plot出來而已 Plot 2 也非常簡單 Xlimiter跟Ylimiter 就是它X跟Y的限制範圍 對不對 那我把它改成Range 1的X跟Range 1的Y 就這個樣子 這麼簡單 所以上面這一堆 它連動出來 它連動出來就是 我有拉框的時候 右邊會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沒有拉框的時候 右邊都回覆 因為它沒有坐標限制的 這樣懂是吧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張圖要怎麼做 首先我們再產生一個Range 2 Range 2 一開始Default 它還是X等於NUN Y等於NUN 這樣可以吧 接著 來 Plot 3它等於 它直接就跟Plot 2是一模一樣了喔 它就是Xlimiter等於Range 2X Range 2Y 那所以Default的時候 它什麼都不做的時候 它現在 就是呈現原始的圖 這樣可以吧 那接著呢 來這裡 Observid Event 本來是Observid 對不對 Observid就是 這個改變的時候 它隨時去 隨時去切換 那現在呢 現在是 Observid Event DbClick 當我Double Click的時候 我才去 看下面的語法 做一系列的改動 當我Double Click了以後 我看一下 我現在的Brush是什麼 現在Brush如果有Brush的話 我就把 Range 2X跟Y 把它改成現在Brush的範圍 如果 Double Click的瞬間 是沒有Brush的話 我就把它reset 所以你就產生了我剛剛那個效果 對不對 如果我拉框Double Click 它是不是就放大 如果我不拉框Double Click 它是不是就還原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欸 你們有沒有發現其實啊 語法也沒有很長欸 你們剛剛可能會覺得剛剛那些功能非常炫 都沒有幾行語法對不對 然後就透過這些巧思 我們就把它連接起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練習 我們希望大家做出什麼東西啊 這邊有一些同學啊 我知道不是全部啦 好不好 這個下午的時候 我們又會再去見面啊 這個下午的時候 下午我們要做這個東西 就做人工智慧啊 那人工智慧 我們要做的話一定需要標註圖 對不對 這個林志 你居然就要設計一個嘛 對不對 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這一個檔案是在做什麼啊 好 首先我們先把我們的Data讀進來 好我們這個檔案是什麼咧 這個檔案裡面有一些 嗯 Object是person 然後 他有一些 左右上下 左右上下的一些資訊 這就代表他現在正在圖的哪裡 這樣他在圖的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吧 然後這個 那個pobility1 imageID1 這個 這個就是代表說 我現在 這個 這個image 第一張image 他在某些地方有一個person 這個地方有一個pers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把這個 把這個 這個 這個boxinfo 我們把它 來看一下 用這段語法把它呈現出來 好這邊有一大串語法 叫showimage showimage這個函數啊 請你不要管他怎麼寫的啦 好不好 你們現在暫時沒有能力改 沒有關係 總之你們就知道 這是我寫的一個函數 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把這個圖把它呈現出來 來 好這樣我們把image讀進來了之後 如果我們不給boxinfo 他是不是一張正常的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接著 如果我給他boxinfo 我下這個鎖影的話 是不是就是只有image2的 這三個框 對吧 我把它修image 把它秀出來 欸 拍不給面子啦 欸看到了 這三個人是不是被我拉出來了 對吧 好我們先不管 未來人工智慧要怎麼做到自動拉框這件事情 至少我有框 首先我就是要先有框把它呈現出來嘛 對不對 好現在有個問題啊 欸 這些坐標 我知道有這些坐標 就可以對應到這些框 可是這些坐標 你告訴我說他要怎麼拿到這些坐標啊 我要一個一個試嗎 我要怎麼試 我要怎麼試說這個人的 這裡 他可能是0.67 我怎麼可能你試不出來嘛 對不對 所以最好的做法是什麼 欸 寫一個 寫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啊 讓使用者能夠上傳一張圖片 上傳圖片之後啊 讓使用者在那張圖片上面 可以拉框 拉完框之後 按下按鍵 按下按鍵記錄框的位置 這樣你是不是就有框的精確坐標了 對吧 然後把它記錄在 Data Table裡面 記錄在Data Table裡面 在需要的時候 可以把這個 可以把框給刪除 那 Data Table 要刪除框這件事難不難 不難嘛對不對 因為Data Table 是不是可以選擇 還記不記得那個Data Table 那個功能 他選了以後可以highlight 某些點嘛對不對 所以選擇了 我也可以選擇再把它delete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最後 你拉了一堆框之後 那個資料表我要可以下載下來啊 不然等於沒有用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這些功能啊 請你稍微做出來一下 不過我可以跟你們講 你們現在做出來的這些 沒有扣定的事情 好不好 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的課程有點緊 我們啊 給大家十分鐘的時間 練習前面的部分 並且 你可以把後面的練習 把他的答案 把它複製貼上 這邊程式碼太長 你們不可能做得出來啊 去試一下他的效果 好不好 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解釋 他的每個part是怎麼做出來的 給你們30分的時候檢討 好 大家看一下我們這一個 我先把答案複製貼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好 這個是我們 這個 就是 網頁APP打開來之後 應該長的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上傳一張圖片 好 上傳完了以後啊 這是不是有個人 對不對 來我們手可以把它拉起來 然後雙擊 對著框雙擊 他就被記錄下來對不對 好 同樣你在這裡 像我在這裡 radio button 我只有給他選一個對不對 你如果同時需要標註多個 你radio button 可以多一點嗎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甚至你還可以複選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你看現在這邊 我隨便拉一個好了 好這個框是不是拉錯了 對吧 你看 這個框拉錯了 點下來之後 我現在什麼都不點 按delete 當然是什麼都不會動嘛 對不對 來我現在點著這個按delete 他是不是就被delete了 還是要框是不是剩一個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還可以做非常多小功能拉 舉例來說在 點下去的時候 這個框從紅框變藍框 這也是可以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 我們這樣一個 然後這樣的一個檔案 我們可以按download的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這一份檔案 download下來了 你有沒有注意到 這些所有的功能 欸是不是下來了 對不對 你注意到什麼 這些東西 所有的功能 我們是不是上課全部都講過了 就包括 來我們看看 upload download radio button 圖 然後圖的拉框 dbclick db那個data table 是不是什麼都有對不對 那所以你看 其實基本上 你會發現 這個 我們雖然 到目前為止 可能不太有能力 去寫出一個很複雜的系統 但實際上 你把這些功能組合起來 它就是可以成為很複雜的系統 對不對 我們來看 這個整個流程怎麼樣 好不好 來我們先看UI file input 非常簡單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 這個radio button download button 這個在UI端 它並不是這麼的困難 對吧 來再 接著 另外一邊 plot output plot同時有兩個 一個是dbclick 一個是brush 這樣可以吧 這樣 有這兩個東西 我們才有辦法設計 那個拉框的事件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接著咧 action button 是拿來delete的 然後有一個data table 給我們show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UI非常簡潔啊 26行就解決了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server 好首先 show image這個函數我們不管好不好 show image這個函數我已經寫好了嘛 對不對 裡面有一些細節 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把那個框給拉出來 把那個圖秀出來 把那個框拉出來 這個不重要 對吧 我已經寫好了 你們反正也沒有人在管說那個 裡面的這個函數 函數裡面長的什麼樣子嘛 對不對 好接著 來shining server 裡面咧 來首先先reactive 如果有人上傳了一份檔案 我就把image給讀進來 所以image只要讀一次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好讀完image之後咧 有一個my table 這個my table 它default 是什麼都沒有的 欸用這個東西 來記錄我們現在有多少框 這樣可以吧 接著咧 來output plotter random plotter 來image把它 image把它抓進來 如果 input file name 它不是nun的話 就代表我有上傳檔案嘛 對不對 我有上傳檔案的話 我就把box info 變成 變成 變成這個就是 欸 我現在box info 就是my table裡面的table 現在當然是什麼都沒有啦 對不對 然後接著去選擇 跟image id 等於我當下這張圖的檔名的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接著咧 欸 else的話box info 就等於nun 好然後 如果 image有的話 image沒有 我就returnnun 如果image有 我就把image跟box info 一起把它print出來 那因為box info 在什麼都沒有的時候 它是nun嘛 對不對 所以說 它 就default 它就只會秀出那張image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接著 db click的observer event 當我db click之後 double click之後 我就先看我現在brows是什麼 我現在brows 如果我現在brows 是這個有的話 有brows 並且有file name的話 我就把產生一個new table 這個new table有 這個new table有 objective name 這個是input的object obj 就是那個radio button給的選項 然後呢 color left brush mean color right raw button raw top 這些東西都是我brows的參數對吧 就是我拉框的參數 然後probability等於1 image id等於input的file name 然後把這個new table跟原始的table 把它abind了起來 變成一個新的table 好那這樣子有了新的table之後 這裡是不是就改變了 這個buckinfo就改變了 所以東西就上去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上面這一串 就是我們 全部設計來拉框的部分 好剩下還有delete框跟download的嘛 對不對 好delete框 我們先看download download比較簡單 因為剛剛那個mytable裡面的table 就是我們暫存的東西嘛 我們只要把我們暫存的東西 把它writecsv出去 這樣我們就可以download的 好我們來看delete要怎麼delete 首先 你要先有一個outputtable 等於dttable 這個dttable 它在呈現的時候 我只想呈現三位小數 然後我把它result 把它呈現出來 也就是我直接把那個mytable 把它直接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呈現出來之後 好那呈現出來之後 這個table rolls selected 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是 我現在對那張data table 我選了哪些東西 如果當我按下delete這個按鍵之後 delete是一個action button 對不對 按下delete這個按鍵之後咧 我就看看我有沒有選東西 如果我有選東西的話 我就把mytable裡面的table 有選的地方把它去掉 用-所以你就可以把它去掉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整串語法 其實也是蠻簡潔的 100行以內 而且這個100行 還有30行 是那個show image 這個函數 對吧 你看總共 所以其實你寫不到100行 你就可以把這樣的一個system 把它寫出來 剩下就是 你如果想要小修小補一些功能啊 那也是蠻簡單的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就是舉例來說 剛剛有人說 欸這個拉框啊 他會拉到這個線外面 他會拉到線外面 這邊有複數 欸 很簡單嘛 我們就在 如果遇到複數 我們就把它3成0嘛 對不對 這個非常簡單 所以這個 欸就是 如果你這些東西都非常熟練之後 你會發現 就是 舉例說要 你要用寫軟體為生 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反正使用者開什麼需求 欸使用者開這個需求 你們覺得這個需求很簡單嗎 也沒有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欸其實也不用太多行 就可以做出來 問題只在 你如何把不同功能的 不同的功能把它全部把它就是 把它 整合在一起 然後把它做出來而已 這樣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第二節 我們第二節要做什麼呢 來我們上 我們之前 的課程 是不是有學習到說 欸 還記不記得我們畫 那個時候畫了一個散步圖 有色階的散步圖 還有印象嗎 我們那時候是抄別人的程式碼 對不對 那抄別人的程式碼 我們發現根本抄不了幾行 我們就可以把它做出來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別人的 shining app 把它抄過來 用到我們的東西上面 好我們現在啊 要學的東西是 shining password input 來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討論串 我們直接把這一串語法 把它 好這一串語法 我們把這一串語法 我們把這一串語法複製貼上好了 只要用global 好這邊多了一個 這邊多了一個語法 global global這個語法在做什麼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global這個語 這個就是我預先 我在做shining server跟 server跟ui之前 他要先把global裡面的檔案 全部執行完一次 執行完了以後 我們再去做ui跟server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一個我們現在先什麼都不管 就是他寫的很複雜 我們什麼都不管就按ROM 欸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就是 是不是有一個這個就是 帳號密碼輸入頁面 好我們打個test test 好當你打對的話你就進 欸靠 找不到ui 喔我這裡 我這一行要刪掉 喔這個語法我之前一直沒有維護 這一行要刪掉 再一次 好test test 好當你打進來之後 你是不是看到了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 空白的這個頁面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個空白的頁面 如果想加東西的話 有很難加嗎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來解釋 看一下這個語法 來這個語法 在global的部分 我這裡是不是設定了 我的username跟我的password 當然你這個username跟password 你可以設自己的 好不好 你可以設 你可以改 那你default讀進去之後 他現在就只有這一組username跟password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ui1 ui1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text input 那是不是你打字 對啊 然後跟password input 然後接著跟action button login 就你按下去之後他就login嘛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ui1非常簡單對吧 ui2 現在是 現在什麼東西都看不出來 我們只知道 有個techlist 然後這邊有個techpanel test 好我們這邊給他加一點東西好了 加一點 主要說加個plot output plut 然後我們在server端這裡 給他一個 output plut plut random 好我們就 我們就畫一個那個脂肪圖就好 hist rnorm 100 200好了 test test 是不是這邊有一張圖了 好我們來看他怎麼做的喔 來 首先在ui server端喔 username user 現在就是 login 等於這個 login的這個是default是false嘛對不對 好所以這個user 是一個戰存的東西喔 就是 當下他現在是有沒有被登錄的狀況下 現在default是false 好 observid 如果username是false user的log是false的話 就是我當下還沒登錄的話 我們先去確定我們的login這個按鍵有沒有被按 如果我被按的話 我們就去檢查一下 我們的username跟password 是不是 在我們的這個 在我們的這個就是 是不是我們跟我們設定的一樣 如果是的話 我們就把user的login改成true 這樣懂我意思嗎 user的login這個東西就可以改變了 對不對 本來是false 那如果你輸入了正確的帳號密碼 他就會被改成true了對吧 好接著 observid 如果userlogin是false的話 我就把ui1 把它print出來 ui1 這個output page 你看ui端 它是不是一個page 這就是一個htmloutput page 這個page 它就等於ui1 把它print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如果是 這個login等於true的話呢 這個 看到了嗎 這個 我們就把這一串 把它 也是page 對不對 只是就改成用 ui2 來做page 這個ui2 它放在nav8 page裡面 所以這個nav8 page 我們上次是不是學過了 你在這裡可以繼續增加你的tappanel 再多一個分頁給你們看好了 好再多一個分頁 tappanel 好 test2 然後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放個p好了 hello 好我們再按下run 一樣 賬號密碼先輸入 test test 好進來以後 欸 怎麼會這樣 好我們再按次 好這邊是不是有test2 我點進來之後 欸這裡是不是有hello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啊 你會發現 欸其實 如果我有一個這樣的模板 我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模板了 對不對 我如果要加帳號密碼的話 就是 我如果要 把這個的功能放到app的話 應該是不難的吧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欸喔我在這裡 其實有增加一些功能啊 結果把slider input跟plot output 我剛剛就在做這件事情 這樣知道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需要什麼功能 好我們現在要需要的功能就是 帳號密碼輸入顯然是非常多 程式需要用到的功能 對吧 那我寫了一個app 我總不能人家的網址 我就給人家用嘛 對不對 我希望人家打入一個正確的帳號密碼 我才給人家用 所以啊 這樣的一個兩個頁面的切換 請你試著用這一串語法 這一串語法就是這個 剛剛我們的兩階段的功能 對不對 請你啊 把它跟我們練習一的 練習一的app 把它結合在一起 也就是使用者登錄之後 才可以開始去執行那些動作 什麼 我要上傳一張圖 拉個框 做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所以請你 請你試著做這件事情 這個應該是做的出來啦 我們給大家練習到10點 好大家先看一下我們的這個server 這是我們default版的嘛 這個是 我們還沒有改過任何東西的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東西如果你仔細 去了解其中的這個 就是到底哪些地方要貼的話 你會非常清楚的知道 我們其實啊 UI是不用改的 因為UI這個page 他有時候要用A page 有時候用B page 所以UI是不能改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global這裡 這裡是不是顯然就是給我們 加東西的地方 這樣可以吧 這個第一個頁面 帳號密碼輸入的頁面 不需要更改啊 所以只有第二個頁面要更改 所以我們就是把剛剛 練習一答案的UI 整個UI喔 fault page不要 因為我們現在要用never page 對不對 從這裡 附到這裡 把他這裡 本來是到這裡啊 把他改成這樣子 好 貼上 好接著咧 這些是需要的 這些套件 好沒貼好啊 還需要一個 好 那這樣我是不是就貼好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我貼好了以後啊 這個 這個現在我們先試一下 好 test test 欸 是不是該有的東西出來了 只差在 現在 看起來有一些地方還需要改變 對不對 好那怎麼改呢 那就改server嘛 server就非常簡單啊 在這裡 show image這個函數 我鐵定是需要的嘛 對不對 我把它貼在global 好貼完了以後 在server這裡啊 本來 我是不是在這裡 要貼上我的 那個就是 server的部分 看著喔 這裡 你有沒有注意到 由於這個 就是shiny server 它的那個output的部分啊 它server端 它是一個模塊一個模塊的 所以我直接把它貼下來 這樣其實就可以做了 再做一次 test test 好 browse 欸沒有show image這個函數 喔 太不給面子了 從global這裡開來開 好來 上傳 好是不是有圖了 來點 好 是不是可以刪掉 是不是可以download 好我就不按download了啦 好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要把帳號密碼 加到你已經寫好了 其實沒有那麼難嘛 對不對 你就只要在正確的地方把它貼貼 這事情是不是就解決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啊你們現在就是你們這個 如果說就是之後啊還要再精進的話 你們需要做的事情啊 就是你們去上網看看別人寫的 你們把它貼下來 看一下別人有什麼功能 然後試著去學習說怎麼樣把它 把他的那個核心功能 融入到自己的系統裡面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這樣你們就可以更精進 好我們現在來看今天的最後一個part 喔今天也不能說最後一個part 好不好這個 這個part結束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更有趣的part 這樣子就是 等於說給你們自己每一個app 一個人一個網址 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三節我們要做什麼 第三節就是這個 呃 這一個這個什麼 K高頻緊急醫療運變聯盟啊 反正總之它就是收集了一些資料 這個東西啊是一個有趣的 就是它是一個資料科學競賽 這資料科學競賽以後啊 以後你們就是如果 主要是比較想要走AI的人啊 你們可以 考慮去參加一些資料科學競賽 這種資料科學競賽做什麼 就是 欸 舉例來說我可能給你三軍總院 呃 某一個時間點的資料 那舉例來說急診的狀況好了 然後 這個然後接著我手上有這個 呃 舉例來說 這個 三軍總院可能從 這個可能我給你2019年的資料 那2020年的資料 我只給你 呃 我只給你舉例來說急診的人數啊 有的沒的 欸我要你預測 這個舉例來說 呃 這個病安事件發生的機率 我要你預測 那我們就看看誰可以預測的比較準 預測的比較準 我們就那個資料科學競賽的主辦方 就發獎金嘛 然後跟你合作嘛 把東西而部署到 我們的這個醫院裡面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很多種資料科學競賽啊 好那我們來把這樣的一個 這樣一個檔案 把它就是等於說把它下載下來 我們先把它讀進來 好這個一個檔案就是 某年某月某日 它的時間區間 這是24小時制的 從0點到4點 它的這個 欸HospitalPK是什麼 我有點忘了好 這Level1Level2 反正就是它是 拿一個層級的這個醫院啊 這個好像是 醫院編號 還有做一些這個 就是coding 好然後咧 這個 這些東西啊 它就是呃 反正這就是總人數啊 這是總人數 那這個 這個我有點忘記什麼了 好不好 反正就是 總之就是 欸你可以看 比較重要的資訊就是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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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時間 日期 區間 然後跟 什麼 什麼時候 這是哪一間醫院 然後它的總人數是多少 我們只要知道總人數就好 我們為什麼要知道總人數 這樣方便我們排班嘛 對不對 這個 不然我們那個急診醫師 這個 怎麼可能隨時隨地都有 非常多人欸對不對 我們總是希望在病患人比較多的時候 我們派比較多的急診醫師 這樣大家懂我意思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預測 這個 呃你需要有 現在要用一個 你需要把Data整理成這個格式 好你這種東西你們都只要複字貼上就好啦 X1 X1就是我們第一個Variable嘛 他是 DataTrade 裡面的TD TD就是時間區段 對不對 還有Date Data也是非常重要的嘛 然後還有WEEK 然後注意我把它改成WEEKDAY喔 WEEKDAY是不是就趕星期了 這樣子 就是星期幾 星期幾 好這個是醫院 好你看一下我們的SVM Data 好 什麼時候 週幾 哪一間醫院 有幾個人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然後咧 我們把它分成Training Set跟Testing Set 這個Training Set 是70%的數據 Testing Set是 剩下30%的數據 那我們試著要用Training Set 建立一個 這個預測模型 然後把它Apply到Testing Set上面 然後看看 他的預測準確度 高不高 好請你下載這個套件 叫E1071 這個套件 下載完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運用 SVM這個函數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是一個 機器學習的函數 這個語法 我們沒有教過啦 不過你就只要用就好 你就只要知道說 我就把Y 用點來預測Y 那就用所有的變相預測Y嘛對不對 Data裡面所有的變相預測Y 我就會產生一個Model 1 好這個Model 1啊 我預測完了以後 注意它是不是要跑一段時間 我預測完了以後 我就可以用Model 1 來Predict 這個在Testing Data裡面的 這個Value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Predict出來的結果 跟真實的結果 把它做一個 這個就是相減 然後讓我們知道說 大概差了多少 對不對 欸怎麼還沒跑 跑完了 好來做一個Predict 好這個東西的原理喔 請你參考這個 我們上去年上的課 我們去年有對Support Vector Machine 有做一個完整的介紹 好不好 去年的衛生大數據有上 喔我忘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我們的衛生大數據的課 這個 呃就是 兩年上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就是 你如果對機器學習有興趣的話 明年會上 不過明年我們課程可能會做一個重整 可能 反正 可能到時候再說啦 好不好 反正你們都 都能夠知道第一手的消息嗎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的絕對誤差是 260 好那模型2咧 模型2我們做了什麼事咧 我們這個 我們把所有的 這個Data 把它取了Log 我們預測Log之後的值 預測Log之後的值 你會發現 誒他的準確度啊 就提升了 所以我們先把我們Y取了 加1取Log 加1取Log之後預測 預測完之後 我們的Predict值 就變成 呃就是 Exponential 再減1 然後接著我們把我們真實的值 跟這個 就是 我們真實的值跟實際的值 做一個 做一個 就是 減 就是相減 你會發現 這樣子做的準確度 他有很大程度的提升 好這是Model 1 這是Model 2 他怎麼訓練的語法 我都告訴你了嘛 對不對 你非常輕鬆的 就可以Repeat這個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當Repeat這個結果之後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好不好 這個東西是 剛剛我們有一個 這個 剛剛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這個 呃就是 預測的這個 Submission Data Submission 他的這個結果 好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你要做資料科學競賽的時候 我就要預測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的這一天 他哪一間醫院 他的 Total 他的Variable是多少 這樣懂我意思吧 欸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把它 預測出來哦 好 首先你就把 FinalData 等於 好我們就PredictData 等於這個 PredictData 等於DataSubmit TZ Weekend 然後跟這個 就是 Hospital 好這是我們的 PredictData 我們就要用 Model 來對這個 PredictData 來做一個就是 預測嘛對不對 好我們這邊就不做Final Model啦 總之我們就是要做預測嘛 來Predict 用 我們要用這一個 這個 Model 2 我們就用Model 2 因為Model 2比較準嘛對不對 我們用Model 2 來做這個預測 好你看這是我們的預測 這是我們的預測 這個東西 這個預測的東西 他是不是 呃 他是不是要做一個 就是Log轉換 好這個就是我們每一間醫院 他在不同時間點 他的預計的人數 預計的人數是多少 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是這個樣子 好那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Data寫出去 然後上傳 然後讓這個 讓那個 網站評分 我們到底得了幾分 這樣懂了嗎 我們的資料科學競賽 基本上就是這麼做的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把我們的 預測模型 把它存下來 來注意喔 我們的 預測模型 叫SVM Model 我們把它儲存下來 好我們把我們的 Final Model Final Model 等於我們的Model 1 好那這樣我們是不是把它儲存下來了 好我們Predict的這個 我們也把它儲存下來 好有了這兩個之後 我們是不是就有了兩個Model 一個Model 一個Predict Data 那我們 先來把它清空 我隨時可以把這兩個 Load進來嗎 好現在我是不是有一個Model 有一個Predict Data 對吧 我Load進來囉 好然後接著 我們去自訂預測日期範圍 然後產生新的預測 我們的範圍 我們的範圍希望是 2016年的4月7號到2016年的4月10號 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我們的 好你看我們就可以做出一些預測了對不對 這樣懂用意思嗎 給定任意日期 我們就可以做出任意的預測 這樣懂用意思嗎 我剛剛做的這一整套流程 我來做什麼咧 我希望啊 之後寫一個APP 讓 這個 讓這個就是 使用者 只要輸入一個日期範圍 我就可以給出 每一間醫院在不同時期 不同 不同時間區段 他的 急診的Loading量 這樣懂用意思嗎 那有這個數據可以幹嘛 欸有這個數據可以做很多事啊 你就可以去排班了嘛 對不對 好那我們把 這樣的一個 我們要怎麼去做畫 那個折線圖 欸折線圖我們可以使用那個啊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 欸我還記不記得 我們D3JS 那個時候教的時候 有用這個 DyGraph套件 好這個套件可以做什麼 我們再來看一下喔 我們先把我們的 DemoData 把它轉換成一個 把它轉換成我們的 這個 就是TotalData 這個TotalData 轉換完了之後咧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套件 把它 呈現出來囉 欸這是不是我們的 這是不是我們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Data Table 欸我們的這個 Graph 點上去我們隨時可以知道 每一間醫院 他在當下 我預測的人數是多少 對吧 好如果你覺得這東西很棒的話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 寫到你的APP上了 來 這是UI 好這是Server 好 global我們把它刪掉 好注意一下 你需要把剛剛的那個 就是 你需要把剛剛的這個 呃就是這兩個檔案 呃 SVM Model Move到 你的資料夾裡面 好同樣的還有一個 欸除了SVM Model 還有一個PredictData Move到 你的 你的 買APP裡面 好然後接著你就可以上傳 你接著你的Server 首先就先把這個檔案 讀進來嘛對不對 好看著喔 我們先安裝 好請你先選一個時間區間 這個時間區間 我們選今天 這個 開始的這個禮拜 Start to Predict 欸它是不是東西就出來了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 Rawed Data 這是Rawed Data 每一間醫院的這個 好所以你有了這個 東西之後 你是不是就可以 你是不是就可以 這個 以後使用者要用的時候 是不是就非常簡單 好你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我是不是很精巧的 把 所有的東西都結合在來一起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這個程式 你們暫時要你們寫 你們是不可能寫出來的 我只是做一個DEMO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再做一下練習3 欸練習3 其實我們也不用做什麼練習3 你們只要能夠把 這個東西把它弄出來 就了不起了 你要怎麼弄出來 首先你要先訓練出Model 對不對 你要先訓練出Model 你訓練出Model之後啊 這個 你這個Model 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對不對 存下來之後 把我剛剛所有的步驟都做完之後 你應該 就可以得到一個 得到一個這個 就是練習3的答案 好練習3的答案 更換SVM模型 我覺得你們不太需要做啦 我們試著來簡化一下上週的習體 上週的練習體 我們來看一下 上週的練習2 我們做Cox Model 對不對 那個 就是Google chart的Cox Model 我們在前面 這裡 是不是 要寫一堆 要做一個Model 是不是要做完一個Model之後 我們還要做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Matrix Coefficient 跟H0 Tazard 我們在下面才能運算 請你把這些東西都存下來 那存下來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下次 它就可以把它儲存成一個 這個 的那個Data 那個Data 那把它儲存下來之後 你下次 就是 你只要載入 你就不用重新運算一次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們來試著做一下 好不好 我們給大家這個 20分鐘的時間 15分鐘的時間 好了 我們到35分的時候檢討 檢討完之後 我就要大家可以選一個 自己最喜歡的這個就是 呃程式 就是 練習題的這個程式 把它上傳到網路上 給自己一個網址 以後大家都說 這就是我寫的 程式這樣可以嗎 好就這樣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要換Model的話 其實就是 你基本上就是 在訓練一個Model 然後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東西弄到嘛 對不對 那弄到手了以後啊 重點是 因為它是 Log之後的這個 就是它是 要取了Log 它是取了Log之後的預測 所以說啊 我在 我在這個就是 我在改回來的時候啊 我需要把他的這個結果 這邊是不是predict predict之後 我要做這一行 就只要做這一行就好了 你就只要改這裡就好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你把Model 重新訓練一個Model 載入Final Model 2 接著你只要改這一行就好了 其實根本不用改什麼東西 我們就換一個Model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當然你說 你這些地方 還要做什麼花俏的變化 這個是隨便你了 對不對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練習三的 簡化商用習題 這個比較簡單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好不好 首先 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把 H0 Hazard跟 Matrix Coefficient 把它存下來嘛 對不對 好我們把它存下來 注意喔看我怎麼做 我先在外面執行次 儲存到 Lessence 16 買APP 好這樣我是不是存好了 在我買APP裡面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了 這樣可以吧 好 Matrix我們存好了以後 我們要怎麼做咧 來我們把UI 這個就可以刪掉喔 全部可以清空 好 UI 好這個就是很 上次非常簡單的嘛 就把Edge跟 Rx跟Chart把它 秀出來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Server端 好這個Server端是不是變得非常乾淨 我們就只要把東西load進來 load進來以後 剩下的事情就是 我們就把它就 完全不用改 好欸東西出來啊 好一樣可以放大縮小 欸確實是有改變嘛對不對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就這麼簡單 好那我們 基本上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已經就是 我們就已經做完了 好不好 好我們來 我們今天來就是 我們先稍微做個總結啦 就是我們這堂課上到這裡對不對 你大概學到了什麼 你盤點一下 我們到底學了什麼 好不好 第一個 先教你簡單認識一下程式嘛 對不對 然後會做資料處理 這個資料處理非常重要啊 這個 呃你們碩士班的階段 鐵定會用到資料處理的啦 對不對 除非你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 都喜歡用手key 不然的話 你絕對會需要用到這個功能 快樂護理師不要笑啊 對不對 你會想用手key嗎 你不想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你 資料整理絕對會用到 好不好 這個 毫無疑問 接下來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 很有可能會用到 如果你要做meta 當然不會用到這個 meta analysis 當然不會用到我們教這些分析技術 對不對 但是 很大程度上來講 欸 你可以用SPS的分析啊 但資料整理用SPS是很難整理啊 你可以試試看啊 好不好 那這個 用這個 阿圓整理好之後 你可以把 至少你把東西丟到SPS 你可以做嘛 或者你在阿圓裡面全部都做 好 接下來第三個部分 畫圖 阿畫出來的圖 第一個 自由度又高 第二個又漂亮 第三個 搞不好還會動 所以說 欸 如果 你可以用阿圓做的話 我想這 對你的這個 碩士論文的這個 美觀程度也是有很大的提升啊 對不對 最後 你可以寫網頁APP 對不對 我想這東西對你未來工作 或者是有一些幫助的 對不對 或者是你要把你的論文結合進來 也沒有問題 好不好 所以我們大概 這堂課大概 就是教這些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下一個步驟 我們要做什麼 好不好 我們下一個步驟要做什麼呢 我們希望啊 你可以把你的 你的這個 就是 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 就是 成果 把它用到網路上 讓它產生一個網址 你以後就知道說 欸這個網址是你的 好 我們這邊徵求一個志願者啦 好不好 來 有沒有哪一個人要 把他的這個 Google帳號捐獻出來的啊 我們 我們就試著用他來做個示範好不好 來 你們誰可以過來 好就你 來過來 捐就好了嗎 你就過來 你打你的帳號密碼啊 我上傳一個 上傳個APP上去給你啊 捐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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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你的小帳號好不好 來 來 首先 來大家看著喔 來 你坐到我旁邊 然後大家看我的螢幕 你坐到我旁邊啊 大家椅子坐到我旁邊啊 椅子那麼多 好大家看一下要怎麼做喔 看著我螢幕喔 好不好 來首先 這邊是不是有一個 叫ShiningAppIO 這個網站 好請你點進來 好這個網站 我覺得他 server不是很強大 有時候常的話 讀取要讀滿慢的這樣子 這是一個公開網站 這是免費的 那免費當然有一些限制啊 你上傳上去的APP 一個月不能用超過25個小時 用超過他就不給你用 除非你付錢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當然啦 就是你們如果想要 就是有自己的server 這也沒有問題啊 畢竟這個 這個 我在這邊 也已經五年了嘛 對不對 五年六年了嘛 對不對 我們當然是有自己的server啊 所以你們要把東西 東西弄進來 弄在我的server上 沒有問題 好簡單一點 你進來之後 你就是先用你的Google帳號登錄吧 這樣可以吧 不要一直叫他Tony嘛 對不對 來 Tony2011年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2011年辦的 2011年 哇好 所以這個會一直記住自己帳號 什麼時候辦的人也不簡單啊 欸你不要顯示啦 欸我跟你講我在錄影啦 你不要這樣啊 沒有沒有 我看一下是不是啊 唉唷不要這樣嘛對不對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我需要一個同學的帳號 因為我的帳號 已經完成過一次 這整個流程了 所以你看到不是fresh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來你登錄之後 你是不是會看到 欸請你要打一個網址 來 好好想個網址啊 這個網址也會跟你一輩子 來 Tony嗎 Tony絕對有人用過啦 好不好 來Tony你打 你看你喜歡什麼網址啊 不能 不能大寫到小寫 Tony 2021 01 01 06 你這個 以後你打個網址 你這樣子 太多了嗎 好沒關係沒關係 好我們就這個喔 我跟你講 大家等一下要學習他慘通的教訓 等一下你們看他的網址長什麼樣子 我現在按save喔 好 好 來 跟大家講喔 所有過程你要做什麼 你看著喔 首先 先install package 好 我這邊就不install了好不好 因為我早就已經 我早就已經有了 好不好 好 好然後呢 你安裝完了以後 安裝完了以後 來這裡 注意喔 不是複製這一串喔 看著我怎麼做喔 show 按一下show 它是不是有這一串 好請你 複製這一串 注意喔 下面這裡 如果你沒有show的時候 這裡是 這樣是沒有意義的啦 好不好 那你說為什麼我把你的密碼公開了 因為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密碼 我這樣複製下來 我按enter之後啊 好這個就是創造 我現在我的R 我的R studio 跟那個遠端 這個遠端server的連結 錯誤 喔靠 那我真的要重新安裝 好啊那我就重新安裝吧 我先把該關的關一關好了 我真的有點 他叫我要重新安裝 那我就重新安裝 好YES我就安裝嘛 不然怎麼辦欸對不對 來 好很簡單吧 這樣是不是安裝完了 安裝完之後 一樣剛剛那一大串 我們就把它打上去 好那我現在就跟你的帳號連結啦 以後就是以後我要上傳 一個程式的話 我可以上傳到你的帳號裡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已經不能再更改了是不是 欸不是 你 太酷了 好來繼續 你可以開個新帳號啦 如果你願意的話 好 那這個我已經連結了喔 連結之後看我怎麼做喔 就這樣非常簡單喔 我現在 UI跟Server這裡 除了ROMAPP 右邊是不是還有個按鍵 好請你按下 按鍵 下面這裡是不是有 Publish Application 好YES 反正就是你還要安裝 對有的沒的 那就安裝嘛 好我們等他安裝一下 好跟大家講一下 等一下你們會就看到神奇的一刻 好 安裝完了 他意思就是安裝完了 安裝完了 我們再按一次 Publish 欸為什麼還沒安裝好 搞什麼鬼 那不然我們就自己安裝嗎 這套件 要安裝套件還不簡單 欸明明就有裝阿 好明明就有裝阿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行阿 可以用阿 然後我們就 我們就按下 這個 好來看到了嗎 來我這邊是不是有個TONY 我要把帳號上傳到TONY阿 我要把這些 這個程式上傳到TONY這個帳號裡面 好然後 這個SVN這個就不用上傳了 因為我其實只要上傳這個 我剛剛 我剛剛那個是不是練習3的那個答案 對不對 他是一個那個Cox Model的那個範例嘛 對不對 好 我這邊打一個TITLE 反正你都已經亂打了 我亂打了現在應該也可以吧 我們打TEST好不好 TEST 好 我按Publish喔 好 好等他一下 等他Publish一下 好所以我這樣 這整串我 基本上我已經做完了 我們等一下就等結果 等一下大家要做什麼咧 申請一個帳號 給一個漂亮的網址好不好 不要 好好決定一個網址 然後接著咧 接著你在我的練習題裡面 隨便選一個 你覺得很炫的APP 然後有UI跟Server嘛 對不對 然後打開之後 就按RUN APP 然後按Publish 對不對 確定了之後就按Publish Publish之後阿 你等一下就會得到一個網址 應該差不多了 好那你等到有 你有那個網址的話 你有那個網址的話 以後你就可以說 欸這個仁翰阿 這個網址 給你用一下 這是我寫的APP 這樣厲害吧 仁翰以前子宮系的 有沒有這樣玩阿 都沒有阿 你在開玩笑阿 所以那子宮系 你這樣都不認真 你這樣都不認真 那真是 感謝你今天很認真阿 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結果阿 好不好 應該快好了 其實你可以在你的網頁之後 你登錄你的帳號 王建源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邊正在 正在deploy 這樣可以吧 欸來try again 來看到了嗎 這就是他的網址 他的網址就長得那麼可愛 tony2021-0106.shiningapps.io 斜線test 這個網址 欸這個網址是隨時可以用的喔 好不好 來你看 好是不是會動 這樣可以吧 欸 看起來還蠻像樣的吧對不對 對 好這樣子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大家把這個完成阿 好不好 就這樣阿